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文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国共摩擦所导致的万南事变 上次我们说到1940年11月中旬 叶挺就去见顾祝彤商议新次军军部北宜的路线 10月18日,叶挺从上扰回到了云岭新次军军部 他带回来的消息是,和顾祝彤和上官云相的会谈 并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顾祝彤只答应新次军转移,可以走苏南 并且以政治人格担保转移的安全 按照我们上一集所说,当时宛南新次军转移 一共有三条路可以选择 那么经苏南渡江也有两条路线 顾祝彤到底同意的是哪一条呢 一些经历过宛南事变的新次军干部回忆说 顾祝彤当时是允许新次军向南绕道茂林的 这和第三战区参谋处的月星明的回忆是相同的 但正是在这条路上爆发的万南事变 所以顾祝彤是不是真的同意了 这就被划上了问号 也有可能顾祝彤本来是同意的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 他的承诺也很快根据简离师的命令而改变了 而且后来的事实也似乎表明 向阳等人刚开始并没有想到 还会走茂林的这第三条路线 如果没有顾祝彤的同意 相信他们也有可能并不会选择这第三条路线 至于汤安博等人的行动 顾祝彤的回应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极为通用的理由 就把叶婷本来应该放在第一位的问题 就是让汤安博停止进攻的要求给打了回去 相应当即就把谈判的结果报告给了延安 认为顾祝彤的态度 显安以局部解决方式逼我北夷为主 可以看出国民党的策略是 北首难逼中党 华北采取首饰 晚南实施逼迫 华中进行打击 向阳表示 北夷方针当无问题 只是究竟要迅速转移 还是有脱一下的必要 延安方面应该有明确的指示 所以急判答复 向阳判断呢 华中非常有可能是国共发生新冲突的地点 身在华中的刘少奇 也感觉到了国军的威胁 原来东北军的一个师从山东南下 直逼苏北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方 而且呢 表现得很坏 声言要恢复当地的政权 韩乐琴的部队也对此开始侧应 汤安博 李品仙的军队开始向东运动 中共这个时候 他的军队在苏北立足上位稳固 一旦各路国军汇集如此 很难抵挡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在苏北的中共将领来看 应该先打击韩德琴 然后再集中力量 对付李品仙 汤安博 刘老金和陈毅采纳了这个意见 他们和赖传珠一起 致电给延安提出了四个方案 其中两个都是先发制人 先打韩德琴 延安这边呢 也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有情报说 胡宗南下令要用四个式的部队 进攻陕甘甸地区的囊形地带 朱德急忙发电报给胡宗南 制止他的行动 同时也准备了一部分兵力来应对 既然国民党要进攻 共产党这边也不想示弱 何况苏北根据地的确需要巩固 10月19日 毛泽东 朱德 王家祥 指示刘少奇 陈毅 并黄克诚 说你们应该立刻准备一个局部的战斗 打通晚东苏北的联系 虽然要打仗 但是苏北的局部战斗的根本目的 仍然是要拉韩德琴 去他安博 李品仙 上述战斗胜利之后 韩德琴就有就范的可能性 毛泽东对于形势的看法 这时候并没有改变 他断定 只要蒋立时还没有和日本人妥协 大军搅供是不可能的 他的一些做法只是要下我让步 尽管他还有可能再做出 其他的吓人的事情 但是此外再无其他可靠的办法 既然毛泽东认定蒋立时现在 只是在吓唬人 那就不用真的害怕他什么 晚南撤军也不必太着急 可以拖上一拖 晚南撤军虽然说没有办法 再做和国民党西兵霸占谈判的交换条件 但还是有可能能够换来其他的东西 10月21日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和向英等人 晚南实际我早要北移 现在只不过是要再拖一两个月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一个铁锤 只带政治条件成熟 就需给他重重的一锤 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 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 一切下我之人 我应以我之办法转而下之 毛泽东现在所倚仗的法宝 其实就是八路军新死军下级官兵 如何激愤 他们请求难掉 我们已经14个月没有发子弹 华北没有饭吃 唐安博礼品先东进 必然引起大的冲突 苏北和平必然要破裂等等 在毛泽东看来 这些理由可以帮助天真烂漫的中间派 让他们着急 去影响江泉石 也而在同一天 主义已定的毛泽东 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 指示叶挺和向英 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到两个月 但必须认真地准备北移 那么这就给向英和叶挺一个错觉 认为转移的事情 没有必要太过匆忙 可是毛泽东却在第二天又改变了主意 人民晚南的部队 还是要走快一些好 11月21日电报发出之后 延安的中共领导层 这才又想到 如果苏北打了韩德琴 顾鲁同就有可能 向晚南的新死军报复 所以11月22日 毛泽东 朱德 王家祥 再次给叶挺向英 还有刘少奇 陈毅发去电报 表示新队军军部和下属部队 要在解决韩德琴之前 到达苏南会比较有利 接着就问向英他们 准备的情况如何 几天可以开动完毕 这样在向英面前 又出现了新的困难 除了晚南地方工作的转变 不能带走的人员物资的安置困难等等 最关键的是 原本相对安全的苏南 现在却一点也不安全 因为从11月起 日军就加强了对苏南的控制 据点 碉堡 像梅花庄一样 遍布各地 封锁了水路交通要道 运河上找不到任何 能为新死军所用的船只 需要跨越的铁路两旁 架上了通电的铁丝网 日军派出了4000多的兵力 向新死军的根据地进行扫荡 苏南新死军方面发了电报说 那里连小部队通过都有困难 大部队更加不可能 一下地穿过日军的封锁 如果滞留 必遭打击 宛南部队这个时候 开拔到苏南去 完全有可能陷入到 前进不得 后退步行的困境 蒙受重大的损失 苏南的路变得难走 直接北渡长江的风险仍然很大 这两条路线 竟然都不容易通过 那倒不如暂且留在宛南 想到这里呢 叶挺和向英当天就给中央回电 把面临的困难一一列举 说明 宛南部队开动 需要相当的时间 由苏南北夷的交通布置 需费相当的时间才有保证 若无相当时间 逐渐的分批转移 大军不能停留该区 又没有办法一下子通过 停则受敌打击 叶挺和向英接着呢 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既然部队短时间之内无法开动 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 倒不是暂留宛南为好 可是能留在宛南吗 经过两年多的经营 新四军在宛南 云领驻地的周围 修筑了比较坚固的攻势阵地 再加上取得了本地民众 相当程度的支持 如果遭遇到国军的进攻 估计能够坚守半个月到一个月 在这期间呢 中共可以通过交涉 借助各方面的力量 对蒋介石挑起事端不满的压力 让国军退兵 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比在行军的途中 和国军交锋 要有利的多 晚南事变之后 一位新四军的干部 就曾经对周恩来说 既是在原地和敌人作战 也不至于完全被歼灭 那么叶挺和向英的想法 只是对中共中央的建议 同时他们表示 北夷的准备还会继续去做 等到苏南那边的交通恢复之后 叶挺可以先带一部分人员 到苏北去做总指挥 对于叶巷二人的意见 毛泽东朱德王家祥 在10月24日做出了答复 内容简短 态度坚决 一 你们必须准备在12月底 全部开动完毕 二 西移率一部分 应该立即出发 三 一切问题需在20天之内处理完毕 军令如山 叶挺和向英不能再有任何的意义 不过叶挺呢 对于让他立刻去苏北 担任总指挥这一条 并没有照办 尽管当时向英也劝他马上动身 但叶挺还是坚持 要和自己的部队待在一起 转移的事情 既然已经由中共中央洋派板定案 向英和叶挺 虽然心里还是颇感忧虑 但他们现在所想的也只能是部队应该怎么走的问题了 他们一开始的计划是让军部没有武装的工作人员带着物资先走 等部队集结起来之后 再看苏南苏北的交通情况 可以大部分走苏南 小部分直接过江去晚北 他们把想法在11月26日左右上报给了中共中央 同时又一次表明自己的担心 那就是假如部队既没有到苏南 又已经离开了晚南 在半路上发生战斗的话 将会十分的不利 苏南难走 与之相比 直接过长江去晚北 反而会显得容易了 因为只要杀过日本人控制的长江 再突破国军在北岸的封锁 有先前项鹰派到晚中的部队的接应 前往晚东根据地的道路上的障碍会少很多 但问题也正是在这里 国军根本不会允许新子军从晚南北渡 必然会严密的布置防堵 世上李品仙也正在这么做 所以打过长江的难度同样不可低估 两条路都有困难 那么能不能尤其两者之长的办法呢 先让他们最终想出了一个声东机器的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 明走苏南 暗走晚北 从夏天开始的北渡长江的想法 一直是在向英的心里 虽然这个时候主要考虑的转移方向是苏南 但他早已经开始做两手的准备 派人到长江边进行侦查 并且筹措船只 10月27日 向英和叶挺向延安报告 说我们决心将大批的工作人员 即可化妆过封锁 将部分的资裁先经苏南至苏北 同时以迷惑各方 这里的各方当然既包括国军 也包括长江上的日军 让他们认为新子军是要往东走去苏南 放松对长江戒备 然后新子军再以突击的方式 将部队由县地区突过长江至晚北 那么就在苏南新子军的走向 还没有定论的时候 叶挺突然在10月28日 向顾助从发出了电报 指责三战区不肯帮助新子军 解决转移的时机问题 这是上级故意为难 所以叶挺表示 自己无法执行上级的命令 提出辞职 这已经是叶挺第四次 要辞去军长职务了 作为叶挺名义上上级的顾助同 这个时候已经明令下属 在新子军向苏南进发的时候 切实协助 也是在11月28日这一天 他又就把南新子军转移的问题 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 不仅同意新子军年底才开拔完毕 而且允许补发拖欠的新子军的经费 还请求给新子军发下开拔费和抚恤费 并且着情增加转移的路线 顾助同甚至替新子军再筹划行军的方案 他提到 北夷应在指定路线 以一团或一营卫单位逐次跃进 趁敌不注意迅速渡江 不宜以行军经过长支梯队行进 由不适合以大部队在临时集结地区之所通过 至被敌人发掘 至于渡江应以秘密浅度为原则 不得已实 则以绵密之部署实行强度 当然顾助同这样的态度 是以新子军必须按时开动 并且遵照国民党划定的路线 经苏南渡过长江为前提 那新子军这边呢 夜挺的事还没有解决 中共中央对于明走苏南 按走完毕的意见 在10月29日才到了晚南 意见中说同意直接以晚东 分批渡江 一部分资财经苏南 这个时候的新子军已经在长江南岸 筹集了一百多条船 确定了12个渡口 能够同时渡江 一个晚上能过7500人 江面上的日王部队的一般活动规律 也已经彻底掌握 北渡似乎指日可待 可是再有把握的事情 也有可能出现意外 日本人方面和国军 都发现了新子军想要过江的图谋 结果新子军搜集到的船只 大部分被损失了 晚来新子军只能再派人重新找船 但这需要时间 也就是说部队短时间之内 仍旧走不了 江南等人估计到年底 才能完成转移 前途险阻重重 向英和夜挺对于部队的处境 更加的担心 最怕让国民党找到 此时进攻新子军的理由 可他们也知道苏北的新子军 正在筹划攻打韩德琴 这会不会会极大的刺激到国民党 让他们拿晚南新子军开刀呢 11月29日这一天 夜挺和向英向中国中央回电 表明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 大步秘密渡晚北 然后又询问到苏北的动作如何 如与大局无碍 可否延迟到我安全北渡之后 并指出这么做的好处 那就是晚南新子军渡过长江之后 可以帮助稳定 受到李品仙 汤安博威胁的晚东根基地 玉晚苏的彭雪峰 则可以摇为声援 打韩德琴将再无后顾之忧 他们现在问这件事情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就在这一天 苏北的八路军和新子军 已经向韩德琴主力拒守的 曹典地区发起了猛攻 就在10月24日 毛泽东等人 要向英他们尽快转移的这一天 日军在湖北 向国军发起了大公共的进攻 曹典战役开始的10月29日 汪精卫在南京 正式就任了日本扶植的政府主席 日本在第二天就给予了承认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 对于国民党可能因为攻击槽电 而报复曼南新子军 并没有那么担心 他根据发生的情况判断 日本人和蒋介石已经决裂了 转过身去 拉拢汪精卫 投降不了日本 蒋介石应该不会那么积极的反共了 但也有人对局势不那么看好 潘友希认为 新子军不退出华中 蒋介石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 冯玉祥这个时候 也劝告周恩来 把蒋介石逼急了 他会撕破脸乱打的 毛泽东却不这么看 他在11月30日给周恩来的电报里说 国民党的所有手段都是下我让步 并没有其他的法宝 蒋介石只有下人这一个办法 对日本人是下 对我们也是下 除了这个流氓手段 他一筹莫展 冯玉祥的估计 是被蒋介石这个流氓吓到了 蒋是精于计算的人 他的流氓只能用于吓人 并不用来决定政策 毛泽东还断言 此次反共的规模 不会比上次大 只会比上次小 因为我更强了 他更弱了 有了这样的自信 毛泽东回电给叶挺和向英 先是表示 你们布置很对 又告诉他们 苏北动作不爱大局 顾祝同和韩德琴会要叫几声的 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最后说 日蒋决裂 日王拉拢 大局从此有转机 蒋对我更加无办法 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 从大师判断 蒋 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现在开始分批一动 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这就是同意了向英和叶挺 年底完成转移的意见 充满自信的毛泽东这个时候觉得 对国民党可以再强硬一些 12日 他致电给周恩来 电文中写道 拒绝和何银钦白总体谈判 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 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 否则宁可不谈判 国民党也好像真的强硬不起来了 对叶挺意气用事的辞职要求 顾祝同在当天发电报挽留 说新次军开拔在即领导统帅 正深深的依赖你 所成辞去一事 毋庸在意 向英立刻找叶挺谈话 对他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北一的准备 辞职既没有可能 也解决不了问题 叶挺这才又一次放弃了辞职 中共这边继续加紧攻势 曹点之战开始之后 新次军八路军的部队的进展还算顺利 稳步推进 把韩特勤的阵地压缩到了曹点周边一带 对于中共在苏北的主动进攻 国民党这边一时之间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 12月3日 按照明走苏南 按走完美的部署 晚南新次军的第一批转移的非战斗人员 开始向苏南方向前进 沿途并没有遇到国民党的任何阻拦 可实际上 国民党高层对于曹点的战士 十分的震怒 也是在12月3日这一天 何银钦给徐永昌去信 认为只凭汤恩伯向东进兵 恐怕缓不济急 所以不应该再允许 晚南新次军走苏南去苏北 只允许由江南原地北渡 或另外指定规定路线 以免该部直接参与到对韩特勤部的攻击 同时第三战区应该做好准备 如果苏北的中共部队进攻韩特勤 统帅部的驻地兴化 那么应该将江南的新次军立刻解决 按照何银钦的意见 徐永昌第二天就向蒋介石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蒋介石的批示是照办可 不知道重庆方面已经决定 让中共部队直接北都雷品先 这个时候仍然遵照着蒋介石之前的命令 在同一天布置了防堵新次军过疆的企图 不过这时候在沿岸的毛泽东 对晚南非常的放心 12月6日他开始跟周恩来 商量怎么让向英经过重庆来沿岸参加欺打 沿岸的意见是向国民党声明 向英是为晚南的移动事务来重庆进行交涉 按照这个意见呢 先让叶挺向重庆方面发电报 电文里写道 卓副军长向英到重庆 回报抗战成绩和北夷的各种困难 结果没有想到国民党方面当天晚上就回了电报 很简单的说 向英不需要来重庆 这件事情就此多罢 国民党的这种强硬态度 也反了他们对中共深深的不满 就在延安和周恩来商议向英如何动身的第二天 眼看着苏北形势恶化 蒋介石终于对送在自己面前近一个月的 剿灭黄河以南北京作战计划做了批复 他的批复很简单 此部署和计划可以照办 虽然如此呢 蒋介石他却又表示 说这个计划需要暂缓下令 但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 蒋介石显然仍然希望用正式手段 让中共就范 又过了一天 也就是12月8日 恒因亲白总喜再一次给朱德 彭德怀 叶挺和向英发出电报 对一个月之前 毛泽东用这四个人的名义 答复他们两人的电报 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说 以对外宣传之辞令 做延缓奉行之口实 未免太缺乏真诚 以避时就须作为掩护 绝无平心静气之反省 接着呢 何白两人就指控巴路军和新四军 刘元是这么写的 使则自由侵入继察 继则自由分兵卢省 终则阴仪 新四军渡江而北 名派饶鲁部队四夕向南 最后加攻苏北 所以何白两人就责问中共方面 如果贵军能服从命令 不做此归外行动 则摩擦由何而起 纠纷更无忧而生 只是这是放弃责任 专以阔地灵人作为主要目的 那么何白两人这样的前任态度 自然还是想让朱德等人 迅速遵照命令 将黄河以南的部队 悉数调赴河北 那么何白的回电 声色俱利 瓦南那边的孤鲁童 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